因为疫情中断两年 花莲圣安宫的文昌帝君圣诞及 血子祈福圣典 2月19号再度举行 由主委黄勇玉带领贵宾和学生 向文昌帝君前程祈求 增长智慧金榜提名 场面隆重庄严 花莲圣安宫每年在文昌帝君圣诞 都会举办状元吉地独占凹头 血子祈福典礼 由要考试的血子 前程向文昌帝君祈求 保佑增长智慧金榜提名 我们每年的日月穿衣 就是我们文昌帝君的生日 圣诞 我们都会扮这个百位血子 来祈福 来拜文昌帝君 跟文昌帝君祝寿 今年我们照常举行 因为我们已经睽違了两年 都没有办 所以今年要办的之前 也是很挣扎 现在刚好 现在应该都有开放了 都已开放了 所以说我们就来办 我们的文昌帝君真的很灵验 我们今年 今年几乎在年底的时候 我们那个桌子上 他们的准考证放到放不下 真的很多 而且今年 那个文昌帝君真的很害 连光明灯都点到爆完 是这样 真的很宁愿 真的很宁愿 由于疫情中断了两年 今年再度举办 不少家长带着考生 一起来全程进献 帮助学业进步 真的啊 好 你有听人家说来拜拜有效吗 有 有 今天来干什么 我今天来拜拜 拜拜你知道你拜什么吗 就是文昌帝君 是喔 那你想跟文昌帝君拜拜说什么 希望学可以愿得更好 我今天来 来参加那个祈福盛典的 好 那你是要考试吗 对 你想考什么 要考大学 考大学喔 喔 那你的程序好不好 就这样 还可以 还可以啊 那你觉得来拜拜是 很会平安吗 还是会觉得真的有效 就是 可以一个自信吧 那你今天是特别带师女来是不是 是啊是啊 为什么带她来 因为听朋友讲说 这边的文昌帝君很灵啊 想说让她的学业可以更进步啊 他现在多大 国二 国二 希望他功课一路好 对对对 祈福典礼由深安公主委黄永 玉汉多位的陪祭官 带领着近百位要参加各级考试的学子 前程祭拜 祈福典礼还有国乐演奏 礼生引导 学子们各自念读书文 准备了菜头 青葱等吉祥物进献 希望文昌帝君能够保佑学业进步 考试顺利 介络会将相报导